哈囉大家好我們是問路人 那這個大家中元節快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燒金子呢 沒有我燃燒我的慾望 你知道這個開場完全就是 選AMG他們不是有一集 或是傻小那個愛人 就問大家有沒有吃潤餅呢 他們覺得很好笑 這個開場一直在我腦袋中就是 揮之不去 那阿亨你有燒金子嗎 阿亨你有燒金子嗎 有我有去燒 喔你有燒金子喔 我這次原本也要燒金子阿 因為我爸就是我們家每個月1號跟15號 我爸就我們就會拜祖先了 我爸就叫我去燒金子 然後這次我沒有燒到 因為我好像在幹嘛 好像在睡覺 沒關係沒關係我也是在夢裡面燒 對對對 然後好像這是 夢燒 我們家外老幫忙下去畫金子的 那你們這個就沒有存意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阿 我想到阿燒金子對不對阿 我可能沒有燒金子 我是蠻想燒金子的 哈哈哈哈 什麼 燒金子 金子 沒有Gay到 沒有Gay到 以典禮來說應該是燒不太起來 燒不太起來 但是你還是可以就是 那如果你對那個燒金子 會不會對祖先不盡阿 不會 會 會 絕對會 所以 阿亮 這跟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一點關係都沒有 哈哈哈哈 我們只是在Flow裡面而已 好啦講一下我們最近在幹嘛 我們最近在幹嘛 我們 嗯 暑假懷到現在 我暑假懷到現在 就兩個月嘛 在高雄待滿了兩個月 辦了兩場講座 那一場是全延齡全性別向的講座 是叫做 如何覺察並脫離舒適圈 我們都簡稱舒適圈講座 所以有時候都忘記我自己取這個全名是什麼 自己辦的 對對對 有時候那個名字取得很酷炫阿 但是其實他就 他就是那樣而已阿 好 對 但是這次很特別就是 真的有兩個女生來參加 那一個是我高中時候的導師 一個是我國中時候的同學 然後我就 其實很開心他們能來參加 尤其是我那個國中的同學 他是 大概去年前年 他問我說 他想要減肥 然後他看到我們都有在運動 然後想要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教他怎麼運動 然後 我其實就是那時候我就一直有想要幫助女生 因為你看我們在教這個 一直來以來都是 男生可以 獲得 幫助 然後我想說要怎麼幫女生阿 其實 有些女生的兩性經驗也不好 社交能力也不好 那你也是會想要幫助他嘛對不對 我正確是想說要怎麼幫助女生 但是 說個很政治不正確的阿 對我來說女生要怎麼樣變好 一來就是 你就減肥阿 不要太胖 二來就是 開始學會打扮 讓你的女人味要出來 而不是 不是說一定要多漂亮 那至少你要懂得你的 達理之情 對你要懂得達理之情 就像男生你不要邋遢遢的嘛 不要那個 鼻毛都不剪 牙齒都不刷 然後 講話有口臭 然後身上汗臭也很重 這就是白目嘛 可是女生呢 女生就不像男生要學這麼多 很嬰兒的東西 你要很情緒的 不用 女生你只要你的外貌 有幾格以上 媽的那個男人就蜂擁而至了 好不好 對阿 所以那時候我就教她說 教她運動幹嘛的 她後來 一年 大概也沒有算一年 大概七八個月吧 她跟我說她瘦了八公斤 八公斤只是數字而已喔 就是 但是她整個人體態變超好 就是她 就是真的是 有長了肌肉 然後又減掉脂肪 所以這八公斤裡面 其實應該有更多的公斤數 是減掉了脂肪 然後被她 長出來的肌肉 因為肌肉也蠻重的 被肌肉填補她的公斤數 她整個人體態好很多欸 然後後來我就帶她去買鞋子阿 然後看衣服 因為我也不知道女生衣服要怎麼買 然後後來就問了一些其他 比較會打扮的女生朋友說 什麼化妝阿 或者是打扮 看什麼youtuber 比較推薦的 我來推薦給她看 就她這次阿 講了這麼久 那講到重點 她這次來我們講座阿 我看她變得好多喔 如果以前她的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她就是一個胖胖哀哀 然後看起來很像大神大神的 眼鏡也很醜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她雖然年輕的女生 但是她就是 不太會打扮 不注重打扮的那種 你就是 你不會想人家發展 任何戀愛關係的那種女生 就是大概會淪落到 去相親的地步阿 那如果1到10分的話 我大概會給4分吧 大概4分 她這次來我覺得有到7分欸 差很多 差超多的 我不知道她怎麼講 就是 開始注重打扮 她就是不會化妝欸 她也不會化妝 如果會化 我就 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所以這段故事的教育意識 就是 我們還在打捏要怎麼教女生 但是 就是 其實女生也是 你只要好好注重自己 熟悶點沒有像男生 對她其實不像男生這麼 男生其實有很多 也是很辛苦的地方 女生比起來就還好 但是 我知道很多女生 都比較想學關係維持 就是 男女朋友已經在交往阿 怎麼要留住男朋友的心阿 什麼的 很多女生反而會比較想學這個阿 那這個就是 真的就比較嬰兒了 所以女生的嬰兒 其實比較像是 在關係之後 她們會學到更多嬰兒 男生則是在進入一段關係之前 你就需要很多的嬰兒來撐 你的情緒強度 不然你根本就進不了關係 對 然後這是我們來第一場講座 舒適圈 然後我們後來又辦了第二場講座 是痛苦期 那其實這個講座在 我們今年1月的時候就辦過了 那我們這次就 因為跟SZ大合作 然後 覺得這個主題有互相呼應 所以我們就 改了裡面的一些東西 把它變成2點升級版 再辦了一次 這個痛苦期講座 預期 沒有到那麼多人來 結果居然把我們的位置給做滿了 腰爆了 滿了 快慢出來了 這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 感謝感謝 我們會多多回饋給大家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我們這次還有 原本還有另外一場講座要辦 我們本來還有要在8月底辦一場講座 我們太晚 沒有辦法 但是 不行 白馬還是要來強姦你們三關 所以 決定延期到9月 現在我們暫定的時間是 9月21號 也是禮拜六晚上 大地震 大家那個就是 來給我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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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那個白馬震完你的三關 我們就是對妹子 發生大地震 你們家的床就會緊乖緊乖 好好夠了夠了 之前有填過表單的 可能還要再填一次 因為我們想要掌握 就是正確的 參與的人數 對阿 那就密切注意我們的粉絲團訊息 還有PUA台灣的訊息 對 好啦 那我在那一場講說 我原本 要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跟我2月的時候 講的那一場一樣 就是在講 升溫流程的迷思 嘿 那新的那一場就是2.0 聽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2.0 聽起來很屌阿 有阿 有兜下一些新的東西阿 可是也沒有很多啦 主要是我對話紀錄就是 有放一些 之前沒有放的 然後去無存經去掉一些比較 沒有必要的部分 所以 第一場雖然有聽過 第二場還是可以來聽啦 對 其實改動的地方也蠻多的阿 聽你說你整個PPT好像 就主要是對話紀錄的部分阿 我對話紀錄的部分 因為上一次有點趕鴨子上架 所以就是對話紀錄的部分 比較粗糙一點 像我們這次痛苦期阿 雖然其實我們改的地方很多喔 但是因為我們的例子沒有改 然後 像 我們放的對話紀錄結束 跟影片沒有改 就被那個 底下的人說 看你們這次跟上次都沒什麼變 我真的有點 我應該可以後面再來就好 蛤 我明明就改了超多東西 真的有人這樣講 對真的 然後就因為我們例子沒有變 他就覺得沒有變 媽我就很神奇了 他媽的 下次我就什麼東西都不要改 我就只改對話紀錄跟 對話紀錄跟影片 我看你會不會就會變很多 你情緒波動了 生氣生氣 我被他擊倒了 吃反應 吃反應 太生氣了 冷靜 冷靜 阿所以 好啦 回到我剛剛那場講座 那裡面其實還有一個 我可能會提到一個點 然後 可能會講比較多 就是男對女的框架這個部分 那 呃 因為這部分可以談到非常的多 所以 後來我們就想一想 乾脆就是 把這個路程一起Podcast 所以今天要談的主題就是 什麼 叫做 男對女的框架 什麼是男對女的框架 得呢 超多人在問 也是啦 其實我覺得很難理解 如果我是剛學的 新手 聽到人家這樣講什麼 你要框架 你要男對女框架 我也聽不懂啊 那我一定聽一聽我就直接回家 就莫名其妙啊 聽不懂啊 你又講的又不實際 我又不知道怎麼做 而且 那天 講座 有人就問我 問我們這個問題 就是 有啊那個啊 就是那個 瘦瘦的那個啊 然後他就 舉手問 不知道是問你 還是 對啦是問你們 就我們前天辦講座的時候啊 對對對 問你們 說什麼 那個 不是以前的PUA說什麼 要難度你的框架啊 跟你們講的某個東西有衝突 對啊 我們有回答他了嗎 你們說Q&A的時候會回答 結果 他就走了 對 這集是為了他而錄的 沒錯 我們就是為了你而錄的啦 好啦 你這位同學你以為你虧大 其實你賺大 你賺太大了 我錄了一個小時特別節目為了你 for you 沒錯 那首先我們要來解釋 什麼叫做框架 框架呢 這個名詞其實聽起來非常的虛無 但其實概念沒有那麼的複雜啦 他就是在說你在說這句話 或者是做這件事情背後的價值觀跟意識形態 它是一個 你聽起來還是很空啊 沒有啊 我剛剛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很虛無的東西 但是其實沒有很難 對對對 容我後面來解釋 我應該打亂白馬 沒關係 這個部分是 不是表面的東西 那 所謂的男對女的框架 又是什麼呢 他就是在指你在跟女生互動的時候 你有讓他感受到你是以男女的吸引 的那種態度在跟他相處 說明白一點就是 你讓他知道你對他有男生喜歡女生的那種喜歡 而不是那種朋友的喜歡 這很重要 那更誇張一點的說法就是 你在跟女生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要讓他感受到你想跟他上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男對你的框架就是 你要讓女生知道 我對這個女生有意思嗎 對啊 可是以前 人家不是教我們說什麼 不要展露意圖 不要讓女生知道我喜歡他 不然的話 那個曖昧張力就不見了 沒有神秘感 女生就不喜歡你了 不是嗎 非常好 你裝新手上的非常好 這個問題也是很多人會問的啊 尤其是還在舊信念的一些朋友們 或者是一些新手 有些人可能會看到迷難方法 或者是一些舊信念的學說的時候 會認為 我們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如果你對他有興趣 你要先隱藏對他的興趣跟意圖 然後 在跟他是 一般朋友的關係的時候 跟他互動的過程當中 用一些技巧或招式 讓他喜歡上你 所以一開始隱藏意圖的用意是 讓對方卸下他的心法 這是舊信念的講法 對 可是為什麼舊信念會想要提到這一點 那是因為舊信念當時在 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 市面上並沒有那麼多 就是把妹的理論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對於 把妹學是很陌生的 所以他們在 跟女生互動的時候 其實很多那種概念都沒有 於是就會產生很多那種社會制約的行為 就是追女生的時候 送花 送宵夜 載女生 都很多啊 就是追求女生嘛 然後 呃 女生就知道 喔原來你喜歡我 但是你對他做這些事情 然後 你的心態是 想要女生 給你回報一些東西 有所求的 就是所求的心態嘛 女生就會覺得說 蛤原來你對我這麼好 你送我宵夜 你接送我 你 其實你背後都是有目的 你就是想追到我 你才做這些 對 那我不要了 你不要靠近我 對 然後你 對女生做這些事情之後 又沒有得到女生 喜歡你的這個回報 你就生氣氣 你就爆掉了 你就幹 我做你做這麼多 媽你這劍了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 媽你都把我換工具人用 蛤 是不是講到很多人 以前的過去 哈哈 我沒有我沒有 不是我 這個大概80%的男性都會有共鳴 以前啦 以前曾經都經歷過啦 我才不是當工具人 怎麼你怎麼 你怎麼說我人很好 我人一點都不好 我才不是好人 你什麼意思 對就是這個時候 舊信念的雪桌就起來了 就是叫我們不要去做這種人 所以我們不能對女生展露意圖 因為女生很敏感 她一聽就一看就知道說 欸你對我有興趣 不能當好人 不能對女生好 快 然後女生就把你當 女生 你們跳太快了啦 對不起 我還沒講就是 你這樣子 這麼做這些低價值的事情 然後就會讓女生認為 啊又是一個蒼蠅這樣子 那舊信念就是跳出來 叫大家不要去犯這種錯 不要再當蒼蠅了 就是避免那些男生去做低價值的事情啦 尤其是新手 因為新手在做低價值的事情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低價值 嗯 對所以 呃 舊信念的東西跳出來 避免大家去犯這個錯 所以以前在 呃 這種 信念很盛行的時候啊 就是很多人都把這個東西放為歸面 然後就 不要告白 不要告白 對怎麼可以告白呢 告白了就輸了啊 對啊 就變成這種 可是 如果把這個東西看得太死 然後你又 心態不正確的話 好 今天假設你跟女生相處都不展露意圖 都不展露意圖 讓女生就是卸下心房 好啊 然後之後 假設女生已經喜歡你了 但是她 因為害羞 或者是比較內斂的關係 沒有 對你展現出 她喜歡你的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你以為 就是 嗯不行 就是女生還沒對我 展現喜歡 的感覺以前 我必須要再隱藏 企圖才行 不能展露意圖 對對對 所以當 女生其實已經很明顯 然後你還跟她去 一起去 看夜景的時候 我們來演一下 你當 你當 女生 我是女生 你要問我就是為什麼 要 約你看夜景 好你問 欸白馬 你為什麼要約我出來看夜景啊 我沒有啊 就 無聊啊 沒事做啊 喔 是喔 女生應該就不再說什麼了 大概啦 大概 或者是 或者是 女生 問另外一個 痾 痾 你是不是喜歡我啊 這樣 欸 你是不是喜歡我啊 不然你為什麼要 就一直約我出來 沒有啊 哪有什麼喜歡 亂講 就朋友一般的感覺而已 對啊 你們不要想太多啦 喔 是喔 然後女生就真的跟你當朋友 對然後就爆掉了 先說 哇 我好久沒有看到 學完眼睛走啊 哈哈 靠北 靠腰喔 反正就是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 看了救星鏈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是 呃 沒有接觸過把妹學的東西 所以 呃 對於展露意圖這件事情 一個是可能是 認為這是一種技巧 另外一個是 認為這是 很羞愧的事情 因為從老到大我們就是 可能在小時候 就是喜歡女生的時候 就被同學啊 被誰笑嘛 然後 男生愛女生 修修臉 丟臉 然後你就 對於這種事情就非常 感到非常羞愧 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喜歡女生 對阿 然後看到身材很辣的女生 看到正妹 然後你下面翹起來 就覺得 欸幹怎麼可以這樣 不行不行 羞愧 他是我女神欸 我怎麼可以對他有這種 不純潔的意圖 怎麼可以凸起來 我把他縮回去 你怎麼可以自己翹起來 不行不行 你給我下去 羞愧 我真的是感到我 我自己感到羞愧 然後你就跟那種同學啊 在一起啊 然後就是聊女生嘛 就有班上某個女生很正啊 你很喜歡 你超喜歡她 那些同學就在那邊 欸你幹什麼 我幹他比我超俏 然後從他後面 幹死他 然後你就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他 欸你們不尊重女生欸 他很純潔欸 你們不要去玷污了他 你不要玷污了女神 跟你拚命啊 呃對阿 結果後來他就只會是你的女神而已 就是碰不到的東西 碰不到的女神 他可能跟那個講話很輕服的男生 對對對很好 阿你就很生氣 為什麼 這事情不公平 沒有你下次放學就看到 他跟他手牽手走出來 為什麼這事情不公平 我這麼喜歡 我這麼愛他 阿他真的這麼輕服 這麼油條的爛能人 女生都跟這個爛能人在一起 阿亮你是不是金輔肉了 對金輔肉 金輔肉 我們的那個青春經驗太深刻了 太深刻了 沒有辦法抹去 對啊所以最後面就有點醜女 然後就覺得 啊女生怎麼這樣 女生都很賤 都很現實 幹 孩子 你的想法 可能要稍微改變一下 你 這樣子 對於自己的性感到羞愧 其實 是一件 失去魅力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男生到後來 接觸到PUA 學把妹之後就會 很 喔我學到這種 我以前那些看不起的女生 我都讓他們知道 這個這個這個我們上一集的 Podcast有錄到 我上一集有講到嗎 對啊 有有些 這不是上次你才跟我們錄的嗎 對不起對不起 我比較那個 記憶力薄弱 上一集我們就在講這件事情啊 有興趣的可以去聽我的那個 那個題目叫做什麼 我可以拔到所有的眉 新手的觀念誤區 對對對 對啊 好啦反正後來就是 知道了展現意圖的重要之後 那 我們現在就要來談 要怎麼展露意圖 等一下我們可不可以先談 為什麼要展露意圖啊 就是他跟原本舊信念 不衝突嗎 為什麼不衝突 展露意圖 其實就是要讓對方產生情緒波動 然後 呃 如果你在展現對他的興趣的時候 你本身的心態是無所求的 那 其實根本就不會讓你產生低價值的狀態啊 嗯 也不會讓對方感到壓力啊 因為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對他展露意圖的時候 你有給對方拒絕的空間 你不是說你對他展露意圖之後 對方一定要對你有什麼回報 哦 舊信念就是 告訴你不要展露意圖的原因是因為 新手跟一般人在展露意圖的時候 都是有 都是要求回報的 那你覺得這跟舊信念的無欲則剛有像嗎 跟舊信念的無欲則剛 你怎麼看 跟無欲則剛有像嗎 我覺得那個玉玉我們以前都 想 想成說 是想要他 或是說 怎麼講 誒 渴求他嗎 我不能 我不能想要女生嗎 我不能要喜歡女生 可是其實在我講的那個 玉玉應該是說你不要去索取 後來我們 解讀出來 無欲則剛的那個玉玉是 不要你去索取 所以就是想要跟需要的差別 對 所以我可以想要女生 當然你就是想要 但是我 我就是不要太需要她 可是我沒有需要她 沒錯 這時候力道就出來 那個框架就出來 沒錯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 我就是想要你阿 我就是喜歡你阿 剛剛提到說想要是可以的 這當然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天性嘛 男生喜歡女生 女生喜歡男生 這是自然 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們講求一下政治正確 還是會有少數的族群 在這個之外 我們要久為政治實現 好啦 謝謝你提醒我 但是未來聽我們的 基本上應該都是男生會喜歡女生 這個族群比較多啦 對啊 所以其實 新信念的要展露意圖 其實不會與舊信念的不要展露意圖衝突 只是說你要轉換個想法 不要把那舊信念看得太死 舊信念已經避免你成為以前我們 就是常常犯錯的好好先生 可是如果你今天 沒有對女生展現意圖的話 那你就是在打安全牌 你就會失去錯過很多可以發展的機會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你在跟女生展露意圖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須無所求 你也要給女生可以拒絕自己的空間 這個我等一下舉例的時候會再講到 因為你可以想要他 他也可以不想要你 對啊 沒錯 那我們要怎麼展現意圖 以前我在YouTube上面 有看到一個 就是國外的一個PUA 他幫忙整理了 一個非常精簡的 九分鐘的影片 他把我們以前所學的就是 跟女生生物的流程 分成三個部分 很簡潔的三個部分 然後 他中間第二個部分就是 那個什麼 展現對她的慾望 對 那要如何展現對她的慾望呢 他講的有兩個方式 一個叫做 告訴她她很吸引你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肢體接觸 第一個是 Tell her that you find her attractive 然後肢體接觸 touch 那我現在學了心心念之後 想到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你要透過錢溝通 眼神 聲音 語調 語速 這些去讓女生知道說 你對她是有興趣的 你對她是有 男對女的喜歡的感覺 對 總之就是這三個方法 告訴她她很吸引你 然後 潛在溝通 然後 肢體接觸 這樣 好 那 第一個告訴她她很吸引你 其實你也不一定是 就是直接 很明確的告訴她 欸你好吸引我欸 哇 這樣 其實也不一定啦 就是你要看熱度去判斷說 可以說什麼 例如說 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次跟她約會 你就可以跟她說 欸我覺得你好香喔 你怎麼會那麼香 這樣 或者是如果 如果熱度到的話 就是欸 你笑起來好可愛喔 你怎麼可以這麼可愛 然後還有 還有就是 你怎麼那麼會穿 嗯 就是 簡單的讚美 啊還有就是 就是可能比較熱一點 就是說 我都忍不住一直看你 欸這句其實蠻殺的 嗯哼 對就是 如果這個女生對你有好感的話 然後女生聽到你對她說 我 我都會忍不住想看你 這樣 其實真的 就 以我的經驗來講 真的是還蠻殺的 蠻有用的 欸就是在分享你的想法 她就真的很吸引你 然後你就是真的把你的感受 給講出來啊 沒錯 所以就完全沒有任何的索取 沒錯 然後 然後 你就是有表達出 你對她有 男對女的喜歡的感覺 對啊 就是有想到我前幾天 我們 剛辦完講座的時候 我們一群人 有事後有去吃麥當勞 就大家在那邊聊天 然後 我最近講有點受傷 是掰咖掰咖的 那時候我就一邊掰咖 一邊把我的餐點拿上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前面有個妹子 站在廁所前面 呃 好像在等朋友在幹嘛吧 然後我就跟旁邊 跟我一起拿餐上來的朋友就說 欸 我覺得前面那妹子蠻漂亮的欸 然後我一邊直說說 後來就看見她 欸真的 蠻漂亮的 我覺得她還蠻會化妝的 然後 那個妹子就轉頭 她可能是有聽到我講話吧 還是這樣我不確定 她轉頭看我 然後就看了她的眼睛 然後就說 欸 我覺得你的妝化好漂亮喔 欸好像 不是好像不是這樣 我好像是說 欸我覺得你的唇膏好好看喔 然後那個女生就 有點嚇一跳 她就說 嗯 就有種我怎麼會這麼講的感覺 我說 你選的這個顏色真的跟你好搭 我覺得 那種配起來很好看 你好會選喔 哇 你妹子突然就笑得花枝亂戰 就死了 沒有沒有 我不知道啦 這我不知道啦 我看不出來啦 但是她就突然就是笑得花枝亂戰 恩恩來哥 謝謝 然後 就是一個給予價值心態啊 其實我在想 我當初如果要跟她要的話 我幹嘛我一定要得到 我就是可以繼續聊啊 幹嘛幹嘛 但那時候我好餓喔 對那時候已經47小時沒吃東西了 然後我們就 我就忙著要去吃東西 我就跟他說拜拜 然後就走了 然後後來我走了之後 剛好我的那個位置 是看得到那個女生的 她朋友從廁所出來了 就要去跟她朋友在那邊咬耳朵 然後兩個在那邊講 咼咼咽Г..哄成一團 看到那個女生 就往我的方向伸 咚咚咽嚥稍二團 所以 大家有聽到沒有 阿亮只是講了這句話 就讓女生有情緒波動 一般 可能就是跟女生 就是用那種方式聊天的話 沒有講到這個 就是你對她的外型很有興趣 其實女生 就是會覺得就是一個很平凡的一個互動 但是當你有了這樣子的框架 女生就會起情緒 對 那這樣大家可以聽得出來 有沒有框架的差別了吧 然後剛剛講到的是 讓他知道他很吸引你嘛 第二個就是潛在溝通 跟他互動的時候可以用眼神去表達 例如說柔和的眼神啊 堅定的眼神啊 然後那種溫柔曖昧的那種眼神 想把他吃掉的眼神 對啦 對啦 這個某個PUA常常講 真的嗎 對啊 某個就是 眼神真的是在約會的過程當中 是很好用的一個潛在溝通 對啊 大家可以去 稍微多多去留意 我想到我前幾天約會的時候啊 就是我在看著對方的時候 然後我就有留意到說 欸我現在是正在用眼神看著對方 然後就想到我很久以前 在也是跟某個PUA學的 叫什麼什麼三點眼神的殺法 我在這裡就不常吃啦 反正他其實就是 你先用兩隻眼睛看著對方的一隻眼睛 然後再把兩隻眼睛移到對方的另外一隻眼睛 然後再把你的兩隻眼睛移到對方的嘴唇上 然後再輕輕咬著你的嘴唇 你就讓對方知道說 我現在很想親你 那種感覺 那時候我就是 就是我就突然想起這個東西 我就很有意思的 刻意地用這招 哇 馬上中欸 對方就是 把他就兩隻手捂住他的臉 說你幹嘛呢 然後就覺得 哇操 哇操 真是不得了 對啊 所以效果很強吧 對啊 但是說真的 這個其實 並不是說這個招真的 多好用 而是 你有那個意圖 你意圖有出來 沒錯 不然你意圖沒出來 你照本宣科 也沒有用啊 這就是展現意圖 沒錯 然後第三個就是肢體接觸 這個應該不用再特別講了 這 要講一整天也可以 沒錯啊 這可以講一整集 但是會來聽這個Podcast 應該大部分都知道肢體接觸的重要性了 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就歡迎來找我們諮詢 或是到時候上我們室內課 我們還在研議當中 研議當中 很會推客呢 可能會這麼快 聽這個Podcast 哇賺很多喔 得到很多新的資訊 喔 很會呢 很小心 等一下我先給予價值啊 先丟一個招出來 然後再推客 哇 好會喔 好囉 那這樣大家有比較清楚就是 男對女的框架 所謂的展露意圖這些東西 他的重要性跟 大致上的做法了吧 就是一個 一個原則啦 對啊 啊不過剛剛阿亮有提到那個 就是眼神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蠻想補充一個點 就是很多人在聽我們的東西的時候 以為只要學心態就好了 可是你們剛剛其實聽我們講 其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有關outer的東西 沒錯 對啊 例如說我剛剛在提那個 告訴他他很細膩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話 什麼忍不住看你啊 就是 呃 算是 算是 呃 也不要說糟啦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但是 但是你在講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面 是本身就是 必須接受 這句話就是你想的 對 而不是是 然後你 然後你在講的時候 是沒有求 女生一定要怎麼回報你 那你就不會把這個東西當糟 對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這句話拿去用 然後 看你們啦 對啊 如果你們把這個 這句話當成糟來用 那效果就會 對啊 自己試看看 如果你是用得很自然的話 如果你真的認同這句話的話 那OK啊 你儘管拿去用啊 可是 以前我為什麼會說 不要太 就是只學糟 因為很多人就是 把糟 你就躲在糟後面 例如說你剛剛那句話 然後你就只背台詞 那你就會 我覺得你那個 這樣 好吸引我 然後女生就 喔謝謝 然後你就不知道怎麼繼續了 欸 是不是 所以真的是 背後心態 就會造成這樣子的差別 其實就像SC說的啊 你每個outer 背後都會有 對應的inner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inner的話 然後你 你只會用這個outer 它也不是說 一定沒有效果 它有時候還是會讓你尻到 可是你不知道背後的原理 就像你數學 你只會 你只會套公式 你不會原理 它那個稍微 情境一遍 你就不會了 嗯 這真的是老生常談啊 這個是老生常談啊 常常在講 每一集都要講這個 對啊 有興趣可以歡迎 聽我們之前前面兩集的podcast 對 都講得很詳細 沒錯 好啦 那接下來我想要講就是 我自己的一個親身經歷 因為我覺得這個例子 對於男女框架來講 真的是蠻經典的一個例子 原來是親身例子 好期待啊 嗯 這件事情其實 讓我感受到非常多的框架的重要性 好啦 這個女生 我們首先畫名 叫小夢好了 小夢 對對對 先畫名 很像哈特利裡面那個 誰啊 我沒有看 哈哈 誰啊沒gay到 沒關係沒關係 好啦 反正我是在 高雄火車站搭訕到他 然後 當時就是跟他 搭訕之後 馬上就集約了 然後其實那一天 那天我 那天我 本來是跟 其他兄弟約好 要一起搭的 然後我剛從捷運下來之後 我看到他 我就搭 第一組 然後 然後整晚就只有他了 哈哈哈 整晚你就不見了 我從六點跟他約會到十一點 這好像也不意外啦 就五個小時都 都 對啊 反正就約會了啦 對啦常態 以前我們只要約修安出來 看不到修安的人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沒有到常態好吧 沒那麼誇張 明明就很常態 沒有很常態好不好 急約其實 沒那麼容易啦 是是 對啊 不要每次都覺得就是 修安的行動力太強了而已 也許也是吧 然後 然後 大概到了晚上快 十點 十點半那個時候吧 就是我們 我們後來就是約去逛夜市 然後 那個 我們在等飲料的時候 因為前面我們已經 聊了很多 價值觀跟感情故事 嗯 然後後來 我就 直接問他說 他是不是有男朋友這樣 嗯 結果他居然跟我說是 那他前面跟我互動那麼多 他都一直在避開這個問題 嗯 對 那 整個互動的過程當中 其實 也有推到聊色 一開始對方有擋一點點 但是後來他就說 沒關係他可以聊 但是我聊了之後他又不接 因為他真的 沒辦法跟不是男朋友的人聊色 但是也沒關係 對 就是不勉強 反正就是大概到了這種 已經交換 感情觀跟價值觀 聊生的這種程度 對然後 那個時候已經會互相掉來量去 對 然後 後來我們去逛夜市的時候 他就跟我談成了 有男朋友這件事情 可是 就是我後來也就選擇放下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想管他有沒有男朋友 反正先做好 我當下能做的事情 跟他享受當下愉快的時光就好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11點結束的時候 我馬上就跟他約了下一次約會的時間 對 然後後來那一天 當天回家訊息聊天的時候 然後 呃 我就 有 直接跟他說我對他的感覺不是只有朋友 對 我很確定就是 我 對他的感覺就是男對女的喜歡 然後我也告訴了他這件事情 對 因為當下的熱度是可以直接講的啦 因為當時我們就是 就是在聊感情這方面的話題 然後 他有跟我說 為什麼他不跟我講他有男朋友 因為他怕我 聽到之後 當下就走了 哦 哦 對 啊所以 身為一個PUA 聽到這句話 就知道說他其實對我只有感覺的啦 就是情緒水味有道 所以他 不想要我離開 對 那 後來就是 他就有問我說我們不能當朋友就好嗎 哦 對啊 女生就這樣問啊 然後我就知道 為什麼他會說這句話了 我 我當下 判斷出 他想要 把我們的關係導向朋友 是因為 道德壓力 因為他現在已經同時喜歡他男朋友跟我 所以 為了減輕他心裡面的 罪惡感 所以 必須讓其中一方變成朋友 也就是不是男朋友的那一方 對 這樣子他就可以同時有 男朋友也同時可以有我在他身邊 對 但是我不要啊 只要跟他當哥們啊 他 他真的就是那種 就是比較大啦啦的那種女生 然後 就是 男生跟他很好 他就會試圖把男生變成他的哥們 其他男生 後來就是 都變成他的哥們 都轉化成 我有聽他講他前面就是 追他男生的故事 然後後來就變哥們 我就覺得 唉 我不要變那樣啊 我不要變跟那些男生一樣 所以我就 很嚴正的告訴他說 我對你的感覺是男生對女生的喜歡 是那種曖昧甜甜的感覺 我想到你就是心裡就是甜甜的 所以我 我才不要跟你當好朋友 我才不要跟你當好哥們欸 對啊 那 我 甚至也暗示他說 如果你堅持 要我跟你當朋友的話 那 我會離開 哇 好硬喔 本來就是這樣啊 太硬了吧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說 當朋友也不錯 可能可以當個妹頭 或者是 不要講那麼現實啦 可能就是當個很好很好的朋友這樣 可是我當下我很清楚我自己要的是什麼 我就是要跟這個女生 我就是要跟她發展朋友以外的關係 所以我就很堅定的立場跟她說 如果 我沒有明講 但是她有感受到 就是如果我今天跟你只當朋友的話 我會消失 對 然後她就 她就直接在那裡去跟我講啊 她就說 如果哪天我消失的話 她會很難過 他居然跟我講了這句話了 那就代表 前面判斷的兩個 一個就是她其實所謂有道跟她 到的壓力起來 所以要把我當朋友 這個 完全百分之百 就是 準確的 所以我就知道了 後面互動我就知道要幹嘛了 所以後來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就是 呃 我有想要跟她 發展更親密的關係 所以 當時就是 我就邊推 然後邊幫她拿掉壓力 因為她就是 一個道德壓力 應該是說 一般人 一般女生大概 都會有 差不多這個程度的道德壓力 所以我就試圖幫她拿掉 那要怎麼拿掉呢 同理她 就是 讓她知道說 如果 我真的 能夠理解她有男朋友 所以我 我知道你的底線在哪 我不會勉強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今天 不跟我發展後面的關係 那也沒關係 對 只是 就是 呃 我可能會遺憾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有個人 有問我說 有沒有一個群友 又問說 欸可是我又不是女生 我怎麼能真的同理她的感覺 這個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男生跟女生都是人嘛 人 都會有所謂的人性 你是人他也是人 他會怎麼想 你就會怎麼想 這跟男女沒有關係 今天 你 你 呃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追求一個女生追求的痕跡 被那個女生被逼的痕跡 她覺得壓力很大 看到你就不舒服 覺得你是 很噁心的人 然後 她就因此而討厭你 然後遠離你 不想跟你接觸 那 今天 換作是你 你自己 換個立場去想嗎 如果今天有一個 你不喜歡的女生 一直這樣子糾纏你 然後 一直 想要跟你見面 然後 甚至 呃 跑到你家樓下 等你下樓 這好 你去同理 你也會覺得很不舒服 懂嗎 有些男生沒辦法同理 我不喜歡的女生 那我覺得 沒有 我跟你講 有一個 我上次聽過一個很棒的例子 就是你想像 有一個gay 有一個男生 對你這麼做 你馬上就同理了 是不是 我在想就是 有些男生 那可能沒被女生喜歡過 所以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樣不是很鬧嗎 有女生喜歡我欸 欸 好啦 那我只能說 你 多去體會一下啦 那不然就是阿亮講的啊 你就想像一個gay啊 對啊 呵呵 所以我覺得 這跟什麼 你不是女生 所以你無法理解女生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 要把男女這件事情 拿掉 你要去想 你今天遇到 這件事情是 會怎麼想 會有什麼感受 那因為人都是一樣的 所以 你去換位思考的時候 其實 你的那個感受 就是女生的感受 所以不會有什麼 你無法理解 女生怎麼想的問題 嗯 對 那我們再繼續 就是 嗯 剛剛講到哪裡啊 第一次約會 然後 我就想要 跟她發展關係 對 然後我就 邊推 邊拿掉壓力 那拿掉壓力就是 同理她 讓她知道 我 能理解 她的想法 她的掙扎 那我就會跟她講 可是呢 當我跟她講這些 比較嚴肅的話的時候 她很怕那種 現場尷尬的氣氛 那很多人 在面對尷尬的氣氛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 會 會想要 開玩笑 會想要開玩笑 講幹話 去帶過這個東西 對 很多 很多狀況都會變成這樣 可是 這樣就會讓當下 可能會變成說 例如我跟她講說 我其實這幾天上班的時候 都會想到你 然後對方就會尷尬 她就會說 你是想到我想要拿紙蟹丟我吧 因為 因為我跟她集約 第一次集約的時候 她就拿紙蟹丟我 對啊 第一次集約的時候 她就已經對我這樣了 然後 我就 點點點啦 我要跟你聊正 那個正經的事情 你跟我 用幹話來化解這個尷尬 我覺得不行 不然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也是 例如 欸我 我 我覺得我靠近你 我就 很興奮 心裡面就甜甜的欸 這樣 她就說 她 如果是講幹話的話 她可能會說 那你要不要吃我的拳頭 我的拳頭也甜甜的 哈哈 就類似這種 這種幹話啦 但是聽得出來 她就是在化解 尷尬的場面 但是 但是 今天你身為一個男人 沒錯 如果你 任憑 對方 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 呃 當下的氣氛 當下的框架去 拉到 她那個 不正經的 氛圍的時候 那 你就沒辦法 主導 你們的關係 往曖昧的方向 對 這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 你認為 跟女生互動不就是要有趣嗎 我就是要跟她幹話來幹話去 所以讓對方覺得 就是 跟你在一起都是開心的啊 為什麼我不能順著她一起講幹話 嗯 對 重點是什麼 那個是中前段的時候 但是當你要到中後段的曖昧的階段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一直這樣幹話了 要有張力 你是一個男人 你應該要把關係主導到 你們就是互相吸引 互相曖昧的這個方向 如果你被女生就是這個幹話 牽著鼻子走的話 那後面 你可能真的會跟她變成朋友 因為被她主導到朋友框的地步 對 其實我覺得就算在中後段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跟對方開玩笑 也OK啊 也是有就是 我覺得就是你要去拿捏那個 例如什麼時候 嗯 這一定是開心的 但是你該認真的時候 你要認真啊 也不是說認真不起來 就是說整個主軸的大方向 應該是往曖昧的方向走 對 所以你不能就是 因為你自己也害怕尷尬 然後就順著女生的幹話走下去 對 我當下 我當下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切斷她的幹話 我就直接跟她說 我就直接講明白了 我就直接講明白了 我知道我們這樣子 其實你 你會尷尬 所以才會一直講這些 可是我現在想要跟你講 我接下來要講的話是 要認真的 所以我希望你把 我的話聽完這樣 對 我就當下就切斷了 這樣真的好硬啊 我就把方向帶往 難對你的框架 我就跟她說就是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 所以你沒辦法跨越你的界線 但是我自己是希望 你能跟我 就是好好享受 我們能夠相處的每一刻 因為我知道你也喜歡我 我就直接講了 所以我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把握時間 做一點什麼事情 如果你不要的話 那也沒關係 就是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就暗示她 我會離開這樣 結果後來那天 她就摸摸我的頭 就說 好啦其實她也想要留住這段關係 對啊 她就這樣講了 然後那天晚上就是有報到 然後第二次約會就是牽到手 然後之後就是 也有接吻 然後也有到床上性愛 但是其實 最後面她的界線就是 不要跟我 有明確的發生關係 就是 最後的界線就是 不要插進去啦 因為她也有她的界線 那因為我同理她 所以我就不勉強 對啊 那其實 不要硬來 這件事情是你在跟女生 相處的任何階段的時候 都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對 就是 從搭訕 從搭訕開始 一直到上床 你都不能 應來 應來是最 最 最沒有價值的事情 真的 是 真的是 最不尊重女生的事情 對 所以 小夢她也知道了 我 對她不會勉強 所以後來 我約她一起去 外縣市 玩兩天一夜 對 她都 答應了 她都沒有拒絕 因為她知道 我跟她睡在床上 就是她不要的時候 我不會跟她應來 對啊 但是 就是 雖然說 她的界線就是不讓我插進去 可是在這之前其實也 也已經 發生過很多 很多親密的事情了 對 那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啦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同理 就是 你能夠理解對方的 心情 你能夠理解對方的底線在哪裡 對 那 呃 你不要應來的話 其實 女生她也 她也懂 所以她會願意跟你繼續往 呃 你們應該走的方向 發展 嘿 那其實這整段故事 最重要的就是 哪對你的框架其實你要 哪對你的框架其實你要 保有 你必須要 建立你的 框架 不要讓 這個框架 跑掉 對 因為 因為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 認為自己 沒有那個 價值 沒有那個魅力 所以 你在聽到女生 呃 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要把 你跟她 推往朋友方向的時候 你認為你自己 不值得 然後又會認為說 喔 我還是順著女生 好了 因為這樣子才能讓她 喜歡上我 因為我順著她嘛 嗯 就 再討好 然後就 然後就變成好哥們 沒錯 然後你以為 你當好哥們跟她 當久了 然後對方 對 那 你就繼續當好哥們吧 好啦 反正 這就是我親身的故事 對 其實這故事我真的覺得很棒 因為 這個女生 很明顯聽說她一直在跟你搶框架 可是因為你的框架很穩 你不會被她 帶走 啊 我還想到一件事情 她其實是一個框架很強的女生 就是她在朋友圈裡面 算是一個比較 強勢的人 主導性 對對對就是她 不管是跟男生朋友 還是女生朋友 還有她跟她男朋友 在一起其實都是 她在主導事情 就是出去玩的事情 都是她在想 然後 然後都是她在 呃 主導他們的關係 那難怪她會被你 無可救到的吸引 因為她生活中 沒有這麼硬的男人啊 她 她其實有跟我這樣講過欸 她有說 她的生活中沒有像我這樣 就是可以 可以壓過她的人 她真的這樣講 對啊 她說她跟朋友出去都是她在決定事情 然後她跟男朋友 相處也都是她在決定事情 嗯 然後她沒有遇過像我這樣 就是 居然是我 在決定事情 但是她喜歡這樣 對 因為 她甚至說她覺得這樣子 跟我在一起很輕鬆啦 很舒服 很舒服啦 對啊 我上次約會也是有類似的經驗 那女生也是跟我說 她從來沒有遇過 像我這種男生 天啊 然後她很喜歡 我們一直給 這些女生 一些沒有過的體驗 這 這讓你感覺很好 這真的就是在給予價值 對啊 對對對 給予價值 啊至於我的故事 我到時候會再錄一集 再錄一集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是有很多 很多東西可以講 阿亮的 哈哈哈哈 要預告一下 預告一下 我應該會取教什麼 如何打造一場 高價值的約會之類的嗎 如何讓女生暈船的約會 沒有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 好啦 那我們最後再來講一個 就是 有些人會在問說 那你接搭的時候 要怎麼展現意圖 接搭的時候怎麼展現意圖 其實你在接搭的時候 你接近的時候 如果是告訴對方 我覺得你的氣質 跟外形很吸引我 所以我要過來認識你 這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展露意圖了 嗯哼 對 你只要後續 跟他聊天的時候 不要講那種太多 無關緊要的話 無關緊要的話 是什麼 就例如說就是 你大盡 我這個還是可以啊 我還是 這個還好啦 我覺得無關緊要的話 應該是比較偏向就是 除了你跟他以外的 第三方的 的事情 例如說你跟他聊 就是 那個 那個 那間店 好像已經開了十幾年了 誒 喔 他們家的老闆好像去年過世了 誒 哈哈哈哈 是 沒有 因為有些人 好啦 包括我自己以前接搭的時候 就是 害怕就是 空白不知道要聊什麼 所以看到什麼 就聊什麼 以前就是 呃 也常常聽人家說 搭訕的時候就是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啊 結果你就真的 想到 無關緊要的事情 你就聊無關緊要的事情 誒那間水果湯它好像 都賣得很貴 對啊 坑觀光客的 哈哈 誒它好像 人家都賣40塊 他給我賣 他給人家賣70塊 不過我覺得這也是灰色地帶 如果你的框架有到 你的那個 你的背後的是 給予的心態 你要聊什麼 其實確實也是都可以 你是 不要 不要被話題綁住了就好 這是當然啦 我覺得任何階段都是 這樣子 這這這這真的很灰色地帶 對 話的時候其實就 不太好啦 那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你去接搭 你去搭乘對方 就算 只要你的意圖 你的潛溝通 點滿了 你出來的那個意圖很強 你居然是見開 你只要過去跟女生講話 其實女生都知道你要幹什麼 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 原來你要講的 對因為 下面我就是要講潛在溝通 對就是你 你潛在溝通有做好 其實 女生有感受到你對她是有興趣的 那 就很OK啊 那 那 這就是比較偏心心念的東西了 對 剛剛講的就是聊 無關緊要的東西 是表面的東西 比較偏舊心念聊天的話題 那如果你的潛在溝通做得很好 那你展現出來的 氣勢 態度 是無所求 你是在給予價值的話 那你用潛溝通去展露 你對她的興趣其實是很OK的啊 不管聊什麼 你只要有展露出這一點就可以了 對 那 再來就是 如果對方跟你相處的時候 假設 對方試圖要用朋友框 去主導你們之間的關係的話 你必須嚴正的告訴他 如果你對他有興趣的話 但是通常都是對對方有興趣才會去解答他 你必須要讓他知道說 你對他是有男生對女生的喜歡這個意圖 是有男對女的框架 但如果對方說不行 或者是不要的話 你也必須給對方有拒絕你的空間 對 尊重對方 然後選擇你要不要繼續這段關係 對 我還是要說 最後面要不要繼續是你自己的選擇 對阿 因為有些人就是 像我跟小莫的故事就是 我就不要阿 嗯哼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多交朋友也不錯阿 那就繼續 那就真的當普通朋友我也沒差 那我想講一個中間一點的 就是你不一定是 就一定要順著他的框架 跟他當變成好哥們 你也不一定需要到就是 那我們就不要聯絡了 這麼極端 有時候你 那就是放著吧 對你就是把他放著 就是讓對方知道我對你有興趣 那可能你現在還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沒有關係 但我對你就是有興趣 如果我們出來 那我們就是約會 而不是 只是兩個朋友出來吃飯 其實大部分的狀況 就是如果被拒絕 通常大部分的狀況都是這個樣子 我當時跟小莫會比較偏向就是說 比較硬一點 比較硬一點是因為 我很明顯知道他對我有感覺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說 所以要推得更硬一點 對對對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說 我可能會小事這樣 而且其實那一開始是他講的 他一開始是跟我說 如果我們只當朋友的話 哪天你交了女朋友 然後因為這樣的消失我會很難過 他第一天 他第一天傳訊息 就已經跟我這樣講了 所以我就已經知道了 對啊 就是身為一個PUA 你看到這句話 你就應該要知道機會來了這樣 沒錯 對啊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吧 你們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 想想喔 就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是我最想補充的是 因為我怕有一些可能聽眾 還 可能就觀念不夠啦 可能會聽到 就以為說 那我以後每個都要這麼硬 對對對 我都要這麼硬 所以就會變成說 每個都爆掉 每個都是 你要就不要就不要 不要我就換下一個 我不是這種方法不行 只是這樣會少掉很多潛在的線 像我自己有些女生 可能就當下是沒有窗口的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 他不是不要 他只是現在熱度還不到 或是現在沒有窗口 那我就會把這個線留著 反正就可能互加IG 因為我自己蠻常用IG的 真的善用社群軟體啦 你用IG你就不用每天 跟他用Line寶石聊天 那很累 假設你有十個線 你每個都聊 你真的沒有自己的時間 你會累死 你善用IG 因為我有好幾個真的都是 就是可能他當下沒有窗口 或是被我搞爆掉 忍掉了 但是都看得到你的現實動態 對對對 他們還是會看我現實動態 我會毀我 沒有錯 然後就可能就放了一年 欸 然後就約出來 然後約出來 他剛好有窗口了 就中了 所以真的就是不用把事情看得太死 然後還有好好經營你的社群軟體 這真的 以現在來說 還蠻重要的 因為可以省很多力 當然你不想經營也OK 沒有人說一定要 我只是說 這個可以讓你省很多力氣 真的 我自己這邊也是因為IG 然後也是很多女神 那時候認識 然後就 也是沒有窗口 然後就 就留在我的IG裡面 但是 某一天 限時動態一PO 他就馬上來混 對啊 真的會這樣 啊 對啊 好像有窗口了 馬上聊一聊 過沒多久 隔天 最快隔天就 就約出來了 對對對 我也有過 之前也有過幾次是這樣 好吧 然後各位兄弟 所以在聽完這一集之後 千萬不要就是想說 所以我今天要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難對女 我就一定要難對女 這樣 就是又變成另外一個極端 因為我 我覺得啦 有一些 朋友就是聽到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可能在女生互動的當下之後 又會過度的去care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用啦 因為 其實你今天在跟女生互動的時候 你只要相信你是值得的 沒錯 你在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自然的 跟他 以 對他有興趣的這個意圖 去跟他互動 對 因為你根本就不用怕說 你展露了意圖之後 對方會躲你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你其實只要 把心態 拉起來 知道自己是值得的 知道自己本身就是 有魅力的 那你在跟女生相處的時候 你只要自然的說出 你對他的感覺 這樣就好了 那 就是回歸到 現在還是要起來啊 對啊 現在還是要起來 那 呃 如果你現在比較 就是偏向新手的部分的話 就是 往內挖吧 好好的發掘自己 到底哪裡 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價值在哪裡啊 對啊 那如果還是很沒有方向 就來參加我們的講座啊 或是 如果還沒有加入我們社團的 就密一下粉專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 加入我們社團啊 多多參與討論啊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帶你的話 那就 來跟我們諮詢啊 參與我們諮詢服務 或是跟我們上課 也都可以啊 對喔 白馬現在很忙喔 我現在就是 要陪女朋友 又要健身 又要上班 所以如果要問我問題 你們在LINE上面我可能都 久久才會回應一次 對啊 所以可能要諮詢服務 會比較好喔 我也覺得 如果你諮詢服務 就是我會比較快回覆你 嗯我們真會推敲呢 會推敲喔 阿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 找不到方向的話 歡迎 對 來找我們幫忙 阿有啦我想到 我想到一個要補充的 就是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跟女生在 框架 你會搶輸女生框架 你會被女生帶著走 那就是因為你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啊 你怕說 我如果表達出我這裡 我不喜歡 我不要這樣 女生就會 對 女生就不要我 女生就跑掉了 我們就不能當朋友了 我就不會有 這個女生就不會再跟我有聯絡了 我會怕 所以我就會妥協 我就會 討好這女生說 好啦不然 那我們先當朋友 就好啦 然後就都是朋友了 對 然後或者是說什麼 好啦 你想看這部電影 然後雖然我沒有很喜歡 但就 喔好我給你看好了 對這就是因為 就你太喜歡那女生了嘛 所以你自我價值感出不來嘛 你就討好對方啊 這在我上次的 講座其實我放的影片 就很明顯嘛 你有沒有自我價值感 那個聲音 非常非常的明顯 阿好 我想到下次主題可以講什麼 可以講什麼 自我價值感 我覺得一對六有這個問題 這個超深的耶 可能要錄個三小時特別的節目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Podcast啊 對不對 講座啊 講座講自我價值感嗎 嗯 好我們可以考慮啦 我們回去再考慮 有想聽的幫我們按讚 按多一點讚 直接試內課啦 試內課叫SC講啦 講自我價值感 你看嘛 我今天講的男女框架 為什麼 要強調就是 不要一直去care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 自我價值感高的人 其實不用特別去想這個 在跟女生互動的時候 其實自然而然就會再發出 男女的框架了 自然而然在主導的時候 就會主導了 好啦 那今天的Podcast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然後也持續追蹤我們的粉專 然後 嘖 我還是要想要講一下 我們的官網日後就會上線了喔 沒有錯 我們已經完成了快80%喔 好期待啦 我們現在正在測試當中 那就持續關注我們的粉絲團 相關消息都會放在上面喔 然後9月底的講座也歡迎 關注一下 之後會請大家填寫表單 好吧 那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啦 掰掰